宇宙的有趣 我才不在意 不在意的是 你借我乘而往靠近 宇宙的有趣 我才不在意 不在意的是 你想看着我 却愁吵醒 拥有你都不需要 我把你的勇气 离开了新凯湖 我们沿着331国道 开始行进 一路上我们经过了 很多北大荒的农场 因为近期东北这边 总是下雨 我们看了一下天气预报 准备先去最东端 服务院那边 因为路途也比较远 所以中途会停留一站 沿着331国道 我们首先来到了 虎头镇 乌苏里江 这里的虎头 风景名胜区 是国家5A级景区 整个景区 既有赞人风光 又有历史文化 现在看到的就是 中俄界和 乌苏里江 很多人都是通过 乌苏里江传歌来认识乌苏里江的 这里非常的秀丽 据说是中国仅有的几条 未被污染的江河之一 一起在江边走一走 乌苏里江是黑龙江的主要支流之一 全场有几百公里 也是中俄两国的介河 河对岸看到的就是 俄罗斯 在这里还可以乘船游览 乌苏里江 这个乌苏里江畔非常美 也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可以说人文底润厚重 景观景点众多 我们先欣赏一下 两岸优美的自然风光 乌苏里江是黑龙江的一大支流 也是中国东北部 俄罗斯边境上的一条重要介河 全长880公里 乌苏里江是当今世界上 为数不多的未被污染的大江河之一 这里鱼产丰富 盛产大马哈鱼和三花五罗 十八子等名贵的北方冷水鱼 这是建于雍正年间的关帝庙 这是河边的戒碑 这个地方也是乌苏里江的起点 乌苏里江是由发源于中国的松阿茶河 和发源于俄罗斯的伊曼河汇合而成 虎头这里是乌苏里江的起点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两江汇合 乌苏里江其实是满语 意思是下游的江 松花江是满语上游的江 乌苏里江原本是中国的一条内核 1860年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了北京条约后 乌苏里江就变成了中俄的借江 乌苏里江清纯质朴 风光以泥的乌苏里传歌可以说是传唱四方 这里一年四季皆美景 初春这里冰牌炸裂 江水奔流而下令人惊心动魄 盛夏这里碧水如炼 渝州畅满 深秋这里五花山色万子千红 而隆东这里银舍蜿蜒 玉树情话令人赏心愿 这是江边的天下第一湖景区 欢迎来到湖东风景区 这里是天下第一湖景区 我这个旅途随身厅又派上用场了 赶上了景区今天免费进来逛一逛 这里有一个载入吉尼斯世界大全记录的天下第一湖雕塑 就你一软 比如前两个安罗地生 二余三军 拼了与小时 虎跟大佛 虎以及大佛 这还真挺大的 20米高 重达三圆总長 福阉 这时候又下去了小雨 近距离地看一看这个天下第一虎 有一个高大的基座 这个雕塑位于虎头山顶 对 这通了呢 虎肚皮的下面 整个老虎的雕塑长25米高16米 重30吨 站在虎头的下方确实很高大 雕塑前的草坪上还有十二生肖和猴子拍个照 可能很多人对黑龙江的虎林市都知之甚少 其实这里有很多比较特别的景点 离开虎头镇 我们继续沿着331路前行 这条路也是唐布湖非常喜欢的一条自驾路 人少景美 欣赏一下沿途的美景 这边看上去像是一片森林 其实很多是属于农场的 前面又来到了一大片的湿地 天空也变得情好起来 我们准备在这边停下来换一排 这就是沿途路路边的湿地 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 我们两个人都在这里飞了无人机 这块湿地面积非常大 水草风雷 而且有很多弯弯曲曲的小河 而且将近傍晚 远处也有落日余晖了 看远处弯弯曲曲的小河 跟着太阳追追落日 这里还有很多真情和鸟类 我们试着飞一飞看看 能不能看到 看这里的风景多美 这里的飞鸟真的多 这里的湿地景色真的太美了 看着九曲十八万 看看河中落日的倒影 这太阳发力了 我爱见三天 我爱北大方 一来到这儿就生日 就舒服 走到哪儿都不想走 就停着来就走 什么就是看到这个景 是吧哥 你是不是现在也有这种感觉 原来现在这个路上 觉得咱们无人机电池不够 这么看得漂亮 你画面就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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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